好,這裡的題目都很簡單 就是根據實驗結果判斷活性大小 它告訴你,輕甲最不容易燒 然後呢,乙最難燒,丙最容易燒 那請問你活性誰大誰小,當然就怎樣 容易燒的活性大嘛,不容易燒的活性小嘛 所以呢,丙最容易燒,丙活性最大 丙最不會燒,所以丙活性最小 所以答案就是丙甲乙,答案就是C 很簡單,這裡的題目都很容易 很容易,好,看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停車站接問 這裡問你說我要比較那根心對氧的活性大小可以怎麼做 是可以判斷,就是我們前面做那個實驗啊 我們國中只有這樣做實驗啊 只有這樣做實驗啊 OK,來,帥哥,美女,現在要找美女 有美女嗎? 美女,美女叫做13號 13 A,你做一下,你答案選的叫做A 我們課本做實驗的就是用燃燒,看燃燒的溶液程度 火焰顏色是不同金屬有不同顏色跟活性無關 溶解度呢也沒有關係,而且我們沒有仔細的分,溶的多溶的少就可溶不可溶而已 然後呢,那可溶的金屬氧化溶水都是呈鹼性,所以看酸鹼性也看不出來 所以就答案就是A,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好,那個什麼剛才講的鈉心銅拿去燒那個方法來做的 OK,所以答案選A 好,請問你,這裡有跟你類似的敘述 當當當當當,然後請問你它的活性大小如何 就跟剛才講那個很容易燒跟不容易燒的那個狀況類似嘛 就是要做,根據實驗結果判斷活性大小 根據實驗結果判斷活性大小 來,我們請可愛的26號,睡著了嗎 這裡好像沒有帥哥了,就是你們這裡的籤不夠用 來,那個叫誰,凱隆,起來,回答我 B B喔 Are you sure? B 他說一個加熱不變化嘛,就是不反應嘛,就活性小嘛 要保存在石油跟什麼鈉一樣的,表示活性大嘛 然後緩慢氧化就是會作用,但是作用的不快嘛 所以最容易作用就是乙嘛,第二個就是餅嘛 然後再來就是甲,就知道了,就這樣子,很簡單 這叫做根據實驗結果,判斷活性大小 然後我們在這個實驗課做實驗的狀況的情形 你要記得什麼白色強光啊,黃色火焰啊 要用針撥開,致密氧化成啊,那些東西,你就要記住 就是我們簡單的小練習